肢體脂肪是一個手術項目 關於持久性 移植進去脂肪 它一般而言大概有 的存活率 脂肪會留存在我們的臉上 他就跟我們 一般正常的脂肪一樣是柔軟的 他是 比較持久的 大家好 我是整形外科陳廣的醫師 等一下 將為大家簡單介紹 肢體脂肪移植 臉部的一個手術項目 肢體脂肪移植 顧名思義 其實就是利用 自体身体的脂肪 大部分我们可以从大腿或是肚皮 用自己的脂肪移植到脸部 抽出来的这些组织 初期里面不会单纯只有脂肪 它还会混杂一些血水或是纤维组织 所以我们需要经过一个流程的处理 离心或者是纯化或是滤过 或者比较纯的脂肪细胞 再把这个脂肪细胞的组织移植到脸部 我们想要移植的部位 以达到股脂的部位的一个线条的丰润 我们移植的脂肪细胞在离开取脂去之后 初期它是处于缺血状态 它要能够成功地存活在脸部 必须要在脸部重新建立起新的血液循环 这是我们这个脂肪球 它可以分为最外圆、中间层和最内圆 最外圆这个红色区块 是接触我们脸部的组织最直接的地方 所以在最外圆的脂肪细胞 它就可以直接获得血液循环 它就可以成功地存活 但在最中心深处的地方 距离最外侧距离比较远 所以它缺血时间比较久 它的脂肪干细胞 其实最后因为长时间的缺血 而导致它的凋零暗死亡 中间这一块呢 它就是属于再生区域 移植进去的脂肪细胞呢 因为没有办法忍受比较长时间的缺血 它其实初期会是凋零 但是在中间这一层的脂肪干细胞 它可以比较耐受我们这个 缺血的时间比较长 所以它可以成功存活下来 那它存活下来之后 它就可以再度长成新的脂肪细胞 这个意思也就是说 我们移植进去的这个脂肪球呢 颗粒不能太大 因为如果你颗粒太大的话 它中间部位坏时的脂肪细胞会非常多 那会导致它的存活率变少 所以我们最好的移植方式呢 其实是多层次 以小量的方式 很小的脂肪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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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移植在我们这个移植的部位 才可以达到最好的脂肪存活率 我们自己脂肪可以应用在脸部比较凹陷的部位 太阳的穴 夫妻宫 额头的凹陷 甚至脸颊的凹陷 肋钩的凹陷 苹果肌的风润 还有鼻子 下巴线条的改变 太过凹陷的脸颊 会让人看起来是比较憔悴的 那有些人想要努力增胖 要胖脸也很难 所以可能利用自体脂肪移植的方式 可以达到比较好的一个脸部线条的调整 这两种方式其实都是要改善脸部的线条 自体脂肪它是一个手术的项目 填中物玻尿酸它就是一个非手术的项目 自己脂肪比较适用在 比如说全脸大范围的肤脂 玻尿酸应用在相对比较小的范围 比较大范围如果要填补玻尿酸也是可以 但是它需要的玻尿酸的量会比较多 相对的费用也会比较高 关于持久性 一致进去的脂肪 它一般而言大概有50%的存活率 脂肪会留存在我们的脸上 它就跟我们一般正常的脂肪一样是柔软的 它是比较持久的 但是玻尿酸它一定会被吸收 依据它的分子的大小 可能从半年到一年半的时间不等 当它吸收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 就会觉得说 脸部的线条好像没有像刚开始那么的风润和饱满 关于治疗的吃素 我们自己的脂肪 通常大概一次或两次的填充 就可以达到蛮好的效果 玻尿酸因为它会有吸收的问题 它会被吸收掉 它可能就是需要一直不断定期的填充 去维持那样子的一个效果 关于修复期的差异 肢体脂肪 它的确需要一点点修复期 不过也不会很长 大约一到两周 在外观上不会有明显的疤痕或切口 它的肿胀和预清 其实程度上也是蛮轻的 就是一些晃晃的预清 大概一次两周的时间 玻尿酸的填补 修复期相对就比较短 它不是手术 所以它大概一天到三天左右 有时候也是会有一点点 预清肿胀的一个情况发生 关于效果 肢体脂肪 我们可以运用比较多的一个材料 所以可以比较达到 比如大范围 比较好的线条的一个调整 关于玻尿酸的一个效果呢 其实还是跟填补的量有关系 当然填补的越多 它的效果就越好 但是相对它的一个费用也会较高 关于缺点呢 肢体脂肪 打铃纹的部位 或是嘴唇的部位 它的一个吸收率 会是比较高的 因为这些部位 它是相对活动性比较高 所以脂肪的留存率 相对会是比较少的 有些玻尿酸的部位 有些部位的确不是那么适合 填过多的玻尿酸 好比鼻子 鼻子是一个骨感的线条 所以有些人 他鼻子填过多的玻尿酸 其实它不会变得更挺 它会变得宽宽的 种种的 不会是很好看的冰性 最后我们讲到费用的部分 因为肢体脂肪 是用自己的处置 我们可以获取比较多的材料 所以我们可以针对大范围的部位 填补比较多的脂肪的量 达到最好的效果 它的相对的费用和CP值 其实是比较高的 关于玻尿酸呢 如果是针对大范围的填充 当然我们填充的玻尿酸的量 会比较多 所以它衍生的费用 其实相对比较高 不见得会比手术来的便宜 针对大范围的填补 它的CP值就不会像 这次你脂肪你吃那么好 第一个 我们要给它足够的营养 所以疏后 避免过度 减肥式的运动 第二个 有一些有咽咽的人 必须要戒咽 因为尼古丁 它就是会去抑制 这个血管的新生 会让脂肪细胞没有办法 成功获得很好的血液循环 大大减低脂肪 移植的留存率 第三个 我们移植的脂肪细胞 它要建立好的血液循环 它需要稳定 我们初期 针对骨子的地方 不太适合给它过多的压力 或是按摩 因为这会让我们这个脂肪细胞 一直没有办法和接触面 有很好的一个接触 这会阻碍它的一个新的血液循环的一个行程 所以应该要避免 针对我们移植部位做过多的按摩 或过多的按压 可以让这个血液循环建立的比较稳定 不会有那么多针孔 原理就是利用单一的针孔 去填补一个面积 所以好比我们要填补这样的一个区块 从这个单一的针孔 平面式的 扇形式的 去填补我们这样的一个面积 不是满脸都针 所以照顾上其实是蛮方便 所以不会有留下看得到的切构 我拔 这个答案是错的 其实我们移植进去的脂肪 它是储脂 很多人会误以为它是液体 是油 它不会因为你 右侧躺就留右边 左侧躺就留左边 所以它其实不会造成脸部的变形 那另外就是移植在里面的脂肪细胞 它是跟正常的脂肪细胞一样的 跟随身体的一个整体的变化 而有一些些线条上的一个改变 盖化风险的确会是有 但是它是一个可以避免掉的一个项目 在临床上通常碰到会有盖化现象的人 通常是他可能 烟瘾比较重 因为尼古丁 它就是会医治这个血管新生的过程 建议有计划进行脂肪移植的人 如果他烟瘾是比较重的 最好在术后的一个月到两个月 尽量避免抽烟的这个习惯 今天简单为大家比较了 肢体脂肪移植和玻尿酸填充的一个差异 建议大家需要寻求专业医师的一个评估 专业医师可以根据每个人需求的不同 以及考量修复期长短的不同 以及他想要预期达到的效果 针对个别的一个项目 做最好的一个建议 移植的做法 那这个脂肪球里面有很多的 那我要继续哦 重来 好 喜欢我们影片的话 请按喜欢订阅并开启小铃铛